如果说世界上的国家们都有那么一个size的话 你觉得台湾会是哪一种size呢 是LMS还是最最最小的XS呢 会让你这么认为的灵机一动 那是在打开Google地图找寻台湾的时候 还是在想来点专业的视角寻讲自己的排名时呢 这一周的课程将针对这项有关size的课题 结合国家竞争力的议题后规划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先让我们来回顾2017年认识台湾真实的size 第二个部分再交棒给大家看看可如何展望2021年 别让尺寸限制了台湾 来到课程的第一个部分 有关于回顾2017年认识台湾真实的尺寸 先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 没错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填字游戏 台湾的竞争力其实比你想象中更大哦 台湾其实一点也不小 是个货真价实的中型国家 真的别再嫌台湾小了啦 看看这些数据就知道 请扫描QR Code所示的文章 查阅后已完成下列表格 有些说笔请看到表格的最下方 要特别注意的是 每个白色方格中只能填入一个中文字 正确答案语句的填达顺序方式 可以是直式包含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 也可以是横式的包含由左自右或由右到左 都是可行的方式 接下来别顺着让影片继续往下播放 一下子就看到了下一页的答案 先按一下再停键 给自己三分钟的时间来挑战看看 这项有关台湾竞争力的填制游戏 对对看你答对了几项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刚的游戏内容 可见台湾无论在地理系统 政府体制 经济指标都有着不可小觑的实力呢 这也是之所以称为台湾M-Size的由来 那么你认同这项说法吗 还是有其他不一样的看法呢 接下来换你来为台湾的Size升级 我们来到课程的第二个部分 我们该如何展望2021年 别让尺寸限制了台湾呢 也就是换手由你来找找看 除了刚刚的那篇选文所提之外 2017年至今的系列 又有哪些品项可以再让台湾加分升级的呢 例如同年的2017年 由于婚姻平权事件结果的出路 台湾被誉为亚洲婚姻平权的地座灯塔 尽管BBC小编当时在台湾的定位上 一度无法轻易掌握 但台湾也因而有机会在国际上大量曝光 除此之外 也不妨来拜读一下什么是Mega Region 以及台湾就此分别在世界 或者是在亚洲的定位呢 为什么要认识台湾自身的竞争力呢 如同黄春木老师在一场国际教育的开场白中 所提醒 积极于学习他人的好的同时 其实我们无需贬义自己 因为如果我们不曾自问 没有台湾的参与 全球化将会如何的不完整 我们又怎么有资格去谈国际教育呢 因此接下来展望就交给你 为台湾量身定做早早还有哪些尺寸上的前几名 下次也换你来设计 不妨也以游戏的方式 与来自世界各国的伙伴们 来一场国家竞争力的饗宴 让探索与共学的无限可能性 就从你的周围开始